第1857集 众人自然不会再计较 事实上不久后他们就会离开 得罪一个接银使内侍不治 为自己找不痛快 然而苦主叶凡却不想这么了结 平静的说道 有六位义族竟然可以大模大样的 进入太古道场对我围杀 而今还在城中 请接银使震杀 圣城已锁 而今无人能离开 接银使说完这句话 从原地消失了 竟是如此的突兀 许多人都露出意思 接银使如此言行 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并没有亲自去震杀义族 而只是说了这样一些话 义族深入人族试炼场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尽管是因于汉而起 且他已经死了 可是怎能不乏六位义族呢 有些说不过去 然而 接银使却也提到 圣城已封 无人能够离开 意味着这几名义族人逃不了 这又代表什么呢 一些人快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接银使有些忌惮 当人们清语后 认为当时如此 全都心中吃惊 怎么会让接银使忌惮 有怎样的一股势力呢 叶凡略微私存 而后霍地抬头 看向青狮仙子 这六人不是与仙子一起 从前方的星空古路回转 到达本城的吗 众人心中一动 都是一阵 这的确是关键所在 唯有折仙子这等人杰 立下过大功 才被奖励了一座神光台 可在古路上来取自如 这六人不是与他一道吗 众人先入为主 以为他们是一路的 现在看来可能另有他图 果然 青狮仙子摇头 并非与我一道而来 许多人都心中大振 还有人可以自由回来 带着六位一族一起 到了此城中 这可是一件大事 却不为人知 与仙机巧 他们并非与青狮仙子 一路而回吗 我曾见他们出现在你的府中 还以为是你的护从 按照规矩 除非从头再来 不然不可重现在 曾走过的试炼地 能在星路上自由往返的人 都是非凡之辈 得到过神光台才行 不少人都面面相去 很多人都曾听闻过 帝天这个名字 心中都是遗产 一下子想到了他 难道此人也回来了 叶凡骑坐龙马离去 时若发现那几名一族人的踪迹 可告知我 必有重谢 临走前留下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知道 他要击杀一族强者于成中 这可真是强势 不管那六人是跟谁回来的 都要动手割杀 燕赤锋嘴角露出一缕冷酷之色 淡淡的冷笑 端坐骨兽上 注视着他远去 天荒十三其中的二首领 叶无魂捕捉到了这一表情 心中一动 真不知是何等人物到了城中 信义的难道还想与拥有神光台的人 这一战不成 燕赤锋露出嘲讽之色 有些人不是他所能招惹的 嚣张什么呀 早晚有一天我要毕掉他 为兄弟们报仇 天荒十三其中的三首领说道 带着刻骨铭心的恨 十三其中只剩下了顾灵 叶无魂以及他 为首三人存活 其他人全都陨落 远处 叶凡祸地转身 一张大弓被拉开 壮弱满月 一只骨剑发出洁白的圣光 离弦飞出 发出鬼哭神豪般的可怕响声 唬的 这边的人全都变色 谁都没有想到叶凡敢如此行事 当真是没有一点顾忌 噗的一声 天荒十三其中的三首领 眉心中剑 根本就没有躲避开 防御法器破损 十属剑依然被射杀 啊的一声 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大叫 鲜血飞溅 他整具躯体都炸开了 碎骨块鱼血肉落的四处都是 溅在了燕翅峰的身上 想杀我 尽管过来 叶凡冷漠说道 而后催动龙马离去 留下一道雄姿挺拔的背影 这一幕让朱雄漠步发冷 心胆都一阵颤抖 一位种子机强者被当街射杀 叶凡真是强势到了极点 一人惊疑不定的说道 他就不怕被城主镇压吗 这次可是真的违背成规了 大统领曾经派人去太古道场杀他 早已违规 在这座城中 接银石等都对他有愧 不会惩罚 有人看出了问题的本质 天荒十三其中的二首领 咬牙切齿 十三人只剩下了他与顾灵 其他人全部都被叶凡一人杀了 而现在 他与大首领顾灵意见不合 已暂时分道扬镳 二首领叶无魂问道 叶凶 你曾被他斩于太古道场中 一仗替死树而逃过一劫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他如果老老实实的上路也就算了 若是敢不知死活的凑过来 绝对会是自寻死路 神来了也救不了他 叶凡盘坐居所 静坐了一夜 体悟成圣后的各种不同之处 直到第二日朝霞挥洒 他才睁开眸子 比那晨曦还选了 找到了 见到了那几名异族 是瑞伟这个小猫孩发现的 竟然就在烟尺封他们这一族内 而且是新搬进去的 一大清早 雨仙来了 跑进来告诉他这样一则重要的消息 瑞伟在后面被他强行带了进来 义兄不要去 他们显然有恃无恐 连借银史都很忌惮 说明来头极大 你不要去行险 无妨 我去看一看 叶凡说道并不惧怕 本座也去 看一看究竟是哪个不开眼的 一梯子送他上路 龙马大言不惭 且人力而起 摆了个姿势 一副绝代高手 独寂寞的样子 雨仙唯恐天下不乱笑嘻嘻地拍手 好 今日我们就大闹一场 我陪你一起去 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那个自以为是 觉得一定能正道的小白脸回来了 叶凡立马横腔来到了燕族的府邸前 这是一片古老的建筑 透发着沧桑 自上古遗存至今气势灰弘而磅礴 四周有一株株古树 枝雅似囚龙般苍尽 着天蔽日一片葱裕 将此地衬托的清净出世 雨仙睿伟自然也跟来了 一同望着这片宏伟的古老宅院 占地很广 像是一片小城池 一兄还是算了吧 这样闹下去不好 接引使都心有忌惮 我们肯定招惹不起对方 怕什么 在星空谷路上 万事都要讲一个理次 如果他们敢乱来 我们也不用守什么规矩 雨仙瞪了他一眼 叶凡知晓 雨仙有不小的来头 按照哲仙子的侍女灵儿所说 前路有一绝代人节与其有关 非常难惹 睿为解释 我只是昨天晚上路过时碰巧见到而已 也可能看错了 什么看错了 分明是他们故意让你看到的 让你告诉夜兄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路面上的青石有些地方坑袜不平 常年累月被踩他 道路中间与两旁高度明显不同 这是时间的洗礼 府底前有一堆雄壮的石漆林 珠红色大门敞开 能够见到里面的一切 一名仆人见他们三个停在外面 转身向里走去 我们肯定不能硬闯 先找个地方去喝一杯酒 也许他们待会就会出来 瑞伟说道 不愿惹事 怕闹出大麻烦 叶凡点头 也好 不想将两人拖下来 再者 并未亲眼见到那几名义族 不远处就有茶楼九四等 他们找了一个小铺子坐下来 要了三碗灵药粥 与一些蛟龙肉脯 城中的食物都是为修饰准备的 在星空古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五谷凡石 不是灵药就是真秦异寿 蕴含有浓烈的天地之精 而今 叶凡一战动圣城 将大统领都给毙掉了 许多人都认识他 见到后无不心怀敬畏 他的出现自然引来很多目光 人们在密切关注 不知他为何来此 敏锐的察觉到 这里多半会成为风云之地 红日东升 已经很高 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 燕家的大门前 有几个下人探头探脑 向这边看来 叶凡站起身 没有骑马 大步走了过去 察官 九四等地的人 顿时都一阵低雨 很多人都跟着站起 寻找不穿的 和风云之地 有尽快 有点 感谢观看